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一一讲的频道 相信很多人喜欢看日本的影视剧集或是综艺 日本作为一个都市传说大国 影视剧集中出现的女鬼幽灵总是令人印象深刻 特别是经真实体验或故事改编的鬼片 惊吓指数不可小觑 实际上有史以来在电影、新闻或综艺等节目的拍摄途中 发生过不少不可解的灵异现象 今天一一将就精选了五个节目播放途中 发生的令人被挤发量的灵异影像来分享给大家 这种影片在日本被称为心灵印象 怕鬼的朋友请慎重观看哦 镜子中奇怪的脸 这是在2014年8月16日 由富士电视台播出的毛骨悚然撞鬼惊 15周年特别节目中出现的令人细思极恐的一幕 著名女演员黑木桐和宫崎梅子在影片工厂中的置物柜前对话时 一面镜子中呈现出一张不可解的面容 不仔细看的话可能不会注意到 这边镜头放大 用圈圈圈出来的地方可以发现是一张人脸 但是从角度来看肯定不是女演员宫崎梅子的脸 是不是突然感觉被急震发量呢 这个事情当时在推特上引起众多讨论 虽然有不少网友说那应该是工作人员的脸吧 但富士电视台并没有公开对此事进行任何说明 所以至今真相未明 选举演说时背后突然出现的怪手 这部影像被拍摄于2016年7月10日 当时作为民进党代表代理人的华裔女议员 联访正在为参议院选举发表热血沸腾的演说 请瞪大眼睛仔细观察联访背后 居然莫名其妙突然伸出一只奇怪的手 突然出现了一下之后又迅速的消失了 当时他身边也没有站着其他人 从这只手出现的位置来看 真的只能说是很奇特了 那只奇怪的手 难道是想传达什么特殊的信号给联防吗 还是说选举背后有什么不为人知的黑幕 这只手想要来引起大家注意一下呢 真相至今未明 日本地震受灾情况直播画面中 出现疑似UFO的不明物体 这段影片是2011年3月11日 东日本大地震发生时 某国外媒体直播放送的一段画面 请仔细观察画面 你看见了什么 广袤的农田的左方 突然一个白色的不明物体 以惊人的速度朝着右方迅速移动 这个不明物体的具体轮廓 看不太清楚 但明显感觉到不是正常的汽车 或是交通工具 看上去也不像动物 当时很多海外网友认为 这一定是UFO 但目前也是没有一个准确的真相 看到这里 一降想到了麦田怪圈 曾经也有人拍到白色不明物体 在麦田上面旋转了几圈之后 巨大的怪圈形状就形成了 来去乡下住一晚 节目组中拍到从暗处窥视的恐怖小孩 来去乡下住一晚这个节目 从2003年开播至2010年 是请艺人到日本各地比较有特色的乡镇 吃住一晚的旅游性节目 以温情和人情味广受好评 这段影片播放于2010年9月14日 一人至此能收去青森县某渔村过夜 和独居的女主人一边对话 一边津津有味的品尝 具有当地特色的拉面时 背后黑暗处的门后 却躲着一个阴森森的小孩盯着她看 为什么那个面色苍白的小孩 躲在暗处窥视和乐融融的大家吃面呢 女主人是独居 并没有小孩啊 据说电视台播完这集后 接到了很多观众的询问和投诉 毕竟这个综艺打着温情治愈的牌子 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 突然看到不可解的阴森小孩 多少会在一些胆小的观众心里留下阴影 而且这集拍摄地位于青森县陆澳市孔山的山脚 这里流传着很多灵异传闻 实际上通往孔山的路上有一条川 名为三途川 此名称来源于东亚民间传说 在地藏石王经中 被认为是阴间与阳寺的分界线 又被称为藏头河 联系到这些民间传闻 一一讲就觉得还是蛮可怕的 最后节目主也没有出来说明 到底是什么情况 所以真相不明 苗山先生事件 2007年3月25日 石川县能登半岛 与日本海交接处发生了规模6.9的地震 地震发生后 NHK记者电话连线采访了 在中南丹丁公务所工作的某职员 苗山先生 地震が起きた時どちらにいらっしゃいましたか 今日は休みなもんですから 家にいたんですが ご自宅にいらっしゃった ご自宅の1階ですか2階ですか 2階です どんな揺れでしたか そうですね 本棚の本がですね 全て下の方へ落ちるという 大変大きな 初めて経験する揺れでしたね 可是采访到一半时 電話突然断線了 虽然電話很快又接通了 但是電話那頭的人的声音 和说話方式完全变了一个人 完全不像是在和一開始的 苗山先生对话 なっておりません そうですか それとですね そういう一体になれば 非常発電もありますので それについてはもう 機能的には もしもし はい 引き続き 南山さんでしょうか はい もしもし 電話の方変わられましたですか 変わっておりません 南山さんですね 記者在電話再次接通後 又詢問對方 請問電話是不是壞人了 您是苗山先生吗 但對方却说 没有啊 我就是 然而 他的声音、語調和说話方式 根本和原本的苗山先生 相差甚遠 继续问他地震的情况 他也是一反刚才 亲切的对答 突然冷淡的回答 一切照常了 信号機が例えば 止まってたりというようなことはあるでしょうか いかがです 復旧しております 復旧しております 復旧しておりますか はい はい 于是 记者不得不提前 结束了这段采访 事后很多网友怀疑 是不是出了什么事故 要故意隐瞞 或是苗山先生有多重人格 一这样觉得在那种情况下 有没有可能是电话串线了 导致接到了别人 然后对方正好也没有听清楚问题 反正这个事情也是没有真相大白 一切就留给你自己去想象了 OK 今天的影片就讲到这里咯 你觉得上面所讲的哪个事件 最不可思议 或是最令人被己发凉呢 可以在留言区留下你的看法 喜欢一这样影片的朋友 记得关注支持一下哦 我们下支影片见 拜拜